王八看绿豆 越看越顺眼 为什么都是我们老王家的 你们太埋他老王家了 太青涩了 我们王室贵族了 那个 我们那个 那个啥玩意 那个 接下来我送给 我那个 咱家白素贞 咱家白素贞今天 给我算了一个挂 别说了 白素贞今天给我算了个挂 那白素贞刚才说了 为什么今天 直播间不动 为什么今天 这个朋友们好像 不是我激情不好 是你们激情不到位 是的 你看我这一会儿 从上播到现在 我觉得我状态可好了 老好了 我都 刚才我们的那个三姐 算了一挂 三姐看了日历牌 说今天有点饭冲 不适合于开门做生意 我懂了 我懂了 没事没事 三姐 没事 不管他谁冲谁的 咱们不还有老朋友吗 咱们不还是有铁粉在吗 咱们不还有家人在吗 只要 这些 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今天 千万别下冰雹 别把你的那个电动自行车 给你打漏了就行 三姐今晚可有意思了 他骑着那个电动车 今晚没有地方放 他说 那我放 我说 那你就放小去楼下门口吧 他说不行 今晚下雨 一旦下冰雹 一旦下冰雹了 给我的那个电动车 我打漏了怎么办 这外面 果不其然 现在真的下雨了 但是 请求他 不要下冰雹 让我们的三姐的法器 这个 哎呀 扑他的法器 仪式周全吧 对 今天罚海犯病呢 我去偷电瓶子 你去卸咕噜 你这是的电瓶子 那你那咕噜多之前 你弄俩咕噜 你把那俩咕噜卸了 卸了之后呀 你回家整个整个木板 然后你把那俩咕噜啊 给安上 然后呢 你下面再安一个冰刀 你把你家羊放上去 然后呢 带着他们去滑冰去啊 那个就叫 我们东北就叫爬里 就叫爬里 可以打测滑的 那来还差18个亲密值 粉丝团就10级了 我 等你粉丝团10级的时候 我给你弹一首大招 那不是说今天饭冲 不是说今天饭冲吗 我就来一首 福西沈天强 好好给他冲一冲 冲一冲冲冲冲他 偷电瓶 可以你咋那么懒你 你就不能把俩骨头偷回去 给你家羊 做一个那个小吃 这丫头真可爱 杨哥七不知道哪 现在啊 哎 我我都 我都十几了 沥水发型设计 哎 你是 你是造型师吗 哎 你是那个发型师吗 是吧 哎 你看看我这个头发 我都三年没剪头发了 它也不长 然后你说 你就我这个发型 适不适合于做一个什么爆炸头呀 什么丸子头呀 什么紫色的绿色的 要不要 整整一个 你看我适合于什么发型 好看你 啊 轮子怎么也得给他留一个 你 那个三姐还不会骑单轮车 啊 你放过他吧 我现在就想象啊 那个蛇语啊 把那个三姐的后骨头 后骨头卸掉之后 只剩下一个前骨头 像不像农村 农村那个 那个农 农民 农民公共 这个 就是有一个小推车 你把就一个轮子 那个小推车 哎 哎 我说那个蛇语啊 那个蛇语 你那个啥 你偷 你偷骨头啊 你偷后骨头 你别 别整前骨头 有点职业道德啊 你偷 你偷那个后骨头 你完了之后呀 你再弄 你再弄两个小棍 你给三姐 后两边 你给他 你给他弄个绳上 你给他整 整两个小霸啊 然后呢 这我 这不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收粮食 那个单轮 那个小推车吗 虽然是不能再骑 电动自行车的 但是那个车 最起码还能 收割用啊 对 叫独轮车 最起码还能收割用啊 夏天 马上到五月份 六月份来 那收割爆米 还能用上 最起码 还能 护他一世周全 保他温饱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啊 什么 起起腰了好看 这么长 我这么长 那时候 我晚上 我晚上就 我就天天晚上 十二点出来直播 好不好 妈妈妈妈 给我做了红家衣 不要不要不要 让我太哭泣 我给你们唱红色的假衣服 吓死你们了 大板 我让你们从此以后 晚上就只能看我直播 啥都不敢干 重庆的鸡公车 那不是重庆 不是鸡公宝吗 那不是 那不是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 小碗 然后里边有 有爆米 然后 有鸡肉 有土豆 然后还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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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啥 还有鱼 菜豆 云豆 菜豆 那不鸡公宝吗 那不是吃的吗 那那个 我来了 欢迎奔跑的兄弟 你可算来了 那 你赶紧带着你三姐奔跑吧 你三姐电动车 让蛇鱼给偷了 就剩一个骨子了 他说的独轮车 就是我们说的鸡公车 那我不知道 我们东北不叫鸡公车 我们东北就叫独轮车 前骨子不转 后骨子转 说的就是 就是单轮车 来 那个 那个啥 那个 那个哥哥 你啥时候升十级 你快点的 我想谈福西神天响 你快点的 你那升十五个亲密度 你怎么快点的 那个三姐说了 我今天不适合于直播啊 不适合直播的原因是 他看了杨丽牌的 他说今天有点饭冲 不适合于开门做生意 我就不信这个鞋了 我这一天天的啊 那你们赶紧升级来 我要弹大招 我要冲一下的 我要冲洗啊 我要冲冲洗 还差468 那我先弹一首曲子啊 给你接声 好不好 给你接声 来 我早知道 我今天应该休息 来真的 也不提前告诉我 你 still have a love for me 期待着你的回 crème 我的小宝贝 我的小宝贝 期待着你的拥抱 我的小宝贝 若我想牵着你的手 躺在那小山坡 静静地听你哭说 你幸福的梦 是爱着你的美丽 我的小宝贝 是爱着你的拥抱 我的小宝贝 期待着你的回来 我的小宝贝 期待着你的拥抱 我的小宝贝 若我想牵着你的手 躺在那小山坡 静静地听你哭说 为幸福的梦 期待着你的回来 我的小宝贝 期待着你的拥抱 我的小宝贝 Watson 没有 期待着你的回来 我的小宝贝 期待着你的拥抱 我的小宝贝 期待着你的拥抱 我的小宝贝 嗨 我们的那个啥 百客无忧歌还没升级呢 九尾狐姐姐先升级了 恭喜我们的九尾狐 九尾狐姐姐恭喜升级 对我的小宝贝感谢军人出身 感谢成为粉丝团 80815名粉丝团成员 我们现在粉丝团成员是8万 现在是815名粉丝团成员了 我想知道我们下播之前 能不能再增加5个粉丝团成员来着呢 然后突破一下8万 突破一下那个820名粉丝团成员 现在是15名 还差5名粉丝团成员 还差5名粉丝团成员 刚才我们的那个 有一位姑娘 有一位姑娘 这个说 以前关注你的时候 才几千粉 现在都快百万了 我这个百万都已经卡了一年了 希望我们的家人们 咱们今年一起突飞猛进 咱们至少要把粉丝数量干到100万 有没有信心 来 这感觉有点像传销主人 来 有没有信心 告诉我此时此刻 你们有没有信心 来 所有的家人们 董事长带着你们一起 叱咤风云行走天下 有没有信心 啊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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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弱的问一句啊 你那37集给哪 给哪个帅哥耍了 你是说你是说我吗 哈哈哈 哎 我就发现啊 白客哥啊 不是吴悠哥啊 你就 你要么不说话 你要么一说话呀 你就老被老老往根 老往根上问 哈哈哈 你这 这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也没想过怎么给粉丝解答这个问题 来 妈哪去了 哈哈哈 我问问我妈啊 遇到这种状况 在社会上 在社会上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应该怎么去解答 哈哈哈 不是 你这个问题我没想过 没想过怎么解答 提前没有准备 没有没有草稿 就是 也没给我安排这个话题啊 啊 这抖不对啊 哎 导演 导演啥时候啥时候说今天晚上还有这个剧情 在之前没说过有这个剧情的 我哪知道我给哪个帅哥刷 我也那么多帅哥 我哪知道 我都我都不记得了 哈哈哈 太多了 啊 感谢我的野山猪 感谢送来到八万零 不是 感谢加入八万零八百一十四名粉丝团情 太太烦人了 你说啊 你这太讨厌了 你这八百年不说一句话 一说一句话就往根上问你 你江南四大才子 我看错了 应该叫江南五大才子 咋就缺你一个呢 那个 欢迎新语啊 啥时候开始播的 我告诉你我可惨了 我今天太惨了 我从 我从啊 我从凌晨六点播呀 我就播到现在了 是不是龙妈 我们清晨哥啊都陪了你 从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 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五点六点七点八点九点 十五个小时了 哎呀我都播了十五个半小时了 你看现在播的太太 哎呀妈呀 播的我都怀疑人生了 你们都都有人看我吗 我现在都感觉我都感觉 像新人开播一样似的感觉 啊不可以随便打听啊 女神的秘密 对我 咱咱直播间啊 我可喜欢古怪哥了 第一个啊可喜欢古怪哥 然后可喜欢蛇语哥了 因为他俩吧 都有一个特性 那古怪哥啊 是不管我们啊 不管 不管我到兵临到什么绝境的时候 我古怪哥都能一本正经的出来 给我解威啊 不管你们在下面笑到什么程度 我古怪哥永远是 嗯像像那个啊 御庭侍卫一样的站出来 来躲开 都给我闪开 不可以随便啊 不可以随便打听我们女神的秘密啊 非常一本正经的就告诉你 就像那个那个御前带到侍卫一样的来 都起开 我起来 然后我们的蛇语啊 永远都是那个聊天的终结者 只要他在直播间你就会发现啊 我们只要哈 不管是你聊什么话题 只要他一出现这个话题 马上就截止了 哈哈哈哈 立马封杀 马上封杀 马上封杀 怎么咱就不能聪明一点 怎么还是那么笨呢 嗯 那个幡然醒悟 我哪有你那个觉悟啊 你看你都幡然醒悟了 我现在还涅槃没重生呢 我哪有你那个觉悟啊 你现在都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都灵灵魂的阶段了 我现在还在饱暖物欲第一个 人生求生存的阶段 那能一样吗 你得好好保护我 让我跟你混 我想跟你混 我也想看一看世界那么大 到底哪个地方适合我呀 我的小宝贝 那个刷完啊 那个 那个百客 无忧哥你的意思是 下播以后你就跟跟着我一起一起去呗 就你要跟踪我呗 你要给我按按一个这个导航定位呗 哎 您的导航一跑篇 请 请刷新下一个页面 对 你看蛇语现在没来 蛇语来了马上就聊 你看他就来了一句是不 你说一句是不 包含了所有 他就是一个聊天的终结者 就永远都是给你们来一句总结的那个 俩字就俩字是不 终结了所有的话题 欢迎李龙彪 发然醒悟 你得告诉我呀 你得告诉我 我笨在哪里呀 我得跟你们与时俱进 跟你们学习 我不想成为蛇语那样的 像蛇蛇二种那样的 把天撩死的人 哎呀妈呀 不行 不行不能那样 不不行不行天天躺下 我想知道吴又哥你现在 你现在还差多少亲密度了 你能不能生了 你快点的 多么想见着你 来一首曲子啊 好的我给大家送上一首啊 画风行万里送给大家 画风行万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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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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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吗 我也觉得这首曲子 这首歌特别的好听 就感觉特别能让人啊 就是有这个激情 有澎湃 然后呢有这个 追梦想的这一种感觉 然后从心底啊 爆发出一种能量的感觉 来欢迎啊 名字各个 哇 晚上还直播呀 所以咱们的粉丝团 五集以上的家人们 咱们啊 申请进群 进什么群啊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粉丝团五集以上的朋友们啊 可以申请咱们的凤凰院的一号群 咱们以前的粉丝群 全部结散了 然后你们去发信息是发不了的啊 那个群全部结散了 然后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群 是凤凰院的一号群 然后大家呀 群在我们的资料里边 左上角的头像点开 右上角啊 右上角有一个叫粉丝 粉丝群三个字 然后你点开之后 就可以申请粉丝群了 申请粉丝群一共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关注主播七天以上啊 关注主播七天 第二个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粉丝团五集以上 包括五集 只要五集的家人们都可以去申请 然后我们的五月 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份 会给我们的群里边的家人们啊 统一去做活动礼物回馈 再次感谢我们的潜唱 感谢我们的潜唱歌 感谢送来的陶里一 这个我以前以为这个礼物是一个小机器人 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名字叫陶里 他为什么叫陶里一啊 这个名字是由何而来的 你是哪位神仙大姐给他起的名 这个名字好独特呀 陶一 谢谢啊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首曲子啊 下一首曲子 我觉得我要送给大家一首叫 人间一趟这首歌也特别的好听 来 我来人间一趟 咱们一起来唱啊 感谢我们的心态是风水 谢谢 来我们一起来唱啊 我来人间一趟 我来人间一趟 这一趟 我来人家的歌 我来人家的歌 谢谢啊 有点 哎呦 啊 我来人家的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还有的家人们 夜幕降临了 一天的劳累啊 我们就此停歇 一天的好坏 重新放下 不思烦恼 愿我们倾听一曲 享受今夜的快乐时光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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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呀都特别的好听 那第一首歌呀叫画风行万里 然后第二首歌呢叫我来人间一趟 玩玩开心是不是 那个三姐说我今天不适合开门做生意 说我饭葱 我也没觉得呀 虽然是新朋友来的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玩的很开心 对不对啊 来欢迎我们的度国粮 感谢欢迎加入 欢迎入团 这个到底是家团了还是没家团来着的 这是家了还是没家来着的 来我们的家人们啊 快乐的时光轻松又愉快 一天呀又一天 感谢我们的凤凰 我也感谢呀 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感恩 因为你们啊都是我的贵人 也是因为你们啊 让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更精彩 然后呢让我呢 更有价值 来昨天呀叫 昨天再好呀也走不回去了 对不对 明天再难呢 我们也要抬起 脚尖 抬起我们的步伐 继续前行 因为呀 如果你不勇敢 就没有人替你坚强 因为呀 你不努力 就没有人帮你实现梦想 对 所以呀 我愿意和我们的家人们一起啊 共同努力 咱们一起走向辉煌 好不好 咱们争取啊 我们精力啊 能够突破啊 粉丝百万 好不好 我们一起努力啊 在没有任何的推荐情况下 在没有任何的工会啊 推动的情况下 我们靠个人的力量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直播间的所有的场景 还有直播间的所有的内容的布置 还有我们的短视频 还有我们等等啊 跟直播有关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亲手去操作的 所以呢 从我们直播第一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有了 大概到现在是五年的时间了 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我们从第一次初出茅庐的时候 还非常的青涩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不好意思呀 拿着一个手机去开播的时候呀 要提前酝酿半个小时 开播我要说什么 开播我要表演什么 那个时候开播只会三首曲子 我用这三首曲子 坚持了每一天直播 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就是这三首曲子 一直在循环的弹 弹奏了五个小时 然后咱家的粉丝都说了 嗯这个是录屏直播吗 这到底是真人直播 还是假人直播 为什么一直在循环这个曲子 当时我也不吱声 为什么不吱声啊 因为没有自信呀 为什么没有自信呀 那只会三首曲子怎么直播呀 对吧 后来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家人们啊 一直呢给我鼓励 又让我唱歌啊 又让我弹琴啊 又点了那么多的曲子 然后呢 哎呃虽然也有刁难的 也有刁难的粉丝啊 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不叫刁难 这个叫创新自我 走出啊 能够更更大限度的走出自己那个薄弱的那一面 对不对 都关注了三年多了 是不是 关注了我三年多哈 哎 所以啊 嗯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 感谢你们啊 对我的照顾 好不好 然后后来我们渐渐的我们粉丝 我们的粉丝从一千人变到了五万人 然后从五万人突破到三十万人 然后从三十万人突破到六十万人 直到现在差不多是七十万了 因为有一年没有直播了 咱们也 呃掉了差不多一万个粉丝了 但是呢 我相信啊 经过我们今年的啊 这个努力 我觉得我们啊 一定要拼搏到这个粉丝百万 好不好 咱们也突破一下啊 咱们也一起啊 享受一下做百万粉丝的梦想 对不对啊 哎 所以呢 我要感恩我们所有的直播间的家人们 感恩你们对我的照顾 也非常感谢呢 你们对我的理解和包容 感恩你们毫无保留的为凤凰付出 啊 我们风雨中啊 一起同行 在困境当中我们互相扶持 嗯 然后大家呢 也从来啊 没有丢下过我 所以呢 这是一份深情的 嗯 且非常珍贵的一份认可与支持 何德何能啊 能够得到大家这么 这么宝贵的支持 所以呢 从在我的内心 我无惧未来 无惧当下 前一段时间 呃 有朋友说 哎呀 你以前 那个 呃 就上 那么多的粉丝 直播间的在线人数有几千人啊 然后前一段时间咱们播的特别不好 直播间只有几十个人 你们记得吧 呃 我记得最小的时候直播间只有三十人 但是呢 我是着急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啊 没有放弃过 我相信啊 我一定会做起来 因为我有你们 我什么都不怕 所以呢 凤凰无惧无畏 我也无忧 我 我心中的 我心中的 唯一的定位就是 咱们把音乐做好 咱们把属于自己的轨道做好 呃 因为 我的存在 因为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们带来欢乐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因为看到了我们的直播 可能在生活上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是遇到了情绪很难控制的时候 看到了我们的直播 就看到了能量 看到了力量 我希望我们的直播是一份 是一股这个能量和力量的存在 我们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音符的输出都能给家人们带来光芒 给身边的人带来光芒 好不好 这个是我直播的初心 也是我想实现的 我的梦想 嗯 虽然直播很难 但是呢 有你们陪伴我 我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幸福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像我们龙妈说的那句话啊 未来可期 我们把一切呀 交给当下的努力 未来交给老天 好不好 嗯 哎 还想欢迎我的星空啊 演讲结束 讲了 哎 哎 山情结束了 哎 结束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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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差不多啊 最后给大家发一个福带 差不多 今天的直播就就该结束了 才艺主播真的不容易 啥主播都不容易 你想吃一碗饭 你想把这碗饭吃好 都不容易 啊 别白白 我福带还没发呢 我的福带还没发呢 哎 那接下来我再送给大家一首曲子 好不好呀 送给大家一首给大家唱首歌吧 来 我给你们唱首歌啊 我给大家唱一首 送给大家一首叫 随缘语见 相信我们的梦想会实现 欢迎星空哥晚上号 星空哥哥 幸福多简单 就在我身边 错过多少擦肩 你都没走远 猛热挥手 等我在灯火阑身 把我的手揣军里的怀卷 是否有多难 风雨的流言 索性这一路都有你的陪伴 听得起风浪 也能守住拼音单 从此不再迷茫 兜兜穿着 感想听让你我 岁月遇见 上下一身一世情愿 也行动 等待你忧愁 我只欣赏这份愿 泪的时候靠一靠我的肩 感恩上一天让你我 岁月遇见 沙沙的酒天将痴心不不变 找想目 schwer 日月遇见 四日十天 那时 相随的时间 让我们用琴声拉近离我之间的距离 让我们共同努力 共同分享 共同带来古争的那一份优美的旋律 幸福永多难 风雨的流年 索性这一路都有你的陪伴 心得起风浪 野兽的猪皮颖 但从此不再迷茫兜兜转转 感恩上天让你我岁月遇见 傻傻一生一世情愿也心肝 分担你忧愁真心这旁人 泪的时候靠依靠我的肩 感恩上天让你我岁月遇见 傻傻一生一世情愿也心肝 分担你忧愿也心肝 分担你忧愁真心这份月 泪的时候靠一靠我的肩 在爱上天让你我岁月遇见 傻傻的酒听着痴心又不变 在爱上天让你我岁月遇见 冷的时候你我彼此 冷的时候你我彼此 温暖 感恩天感恩地 感恩你我彼此在直播间相遇 感恩天感恩地 感谢我们今生的善缘 从此开始来收包谷了 收包谷了 所以呢我们呢是用音乐呀 这个让音乐成为我们的天使 然后呢用琴声呢拉近你我的距离 让我们一起啊 共同分享我们的鼓征带来的优美的旋律 所以呢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啊 大家每一天在直播间呀 要多多的分享直播间 啊那个粉丝团灯牌呀 该点亮的点亮啊 该升级的升级 该分享直播间的分享直播间啊 只有分享直播间啊 我们才能我们我们才能啊 享受到啊这个优美旋律背后啊 带来的清香叫这个赠刃玫瑰呀 手流余香 你看我这小词编的好不好呀 哎嗯 我说我想知道 我想找这个空调的扬红器 空调的扬灰器找不着了 我这一会儿都冻死我了 我跟你们说话 你们都没有感觉到 我说话打冷战吗 我现在呀 我说话都打冷战了 我都冻冻的一得了呢 哎欢迎我们的虎爸叔叔 虎爸叔叔 好啊 我这个词编的是不是特别好 特别棒 来咱们的福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启了啊 不知道 有容器哪下来 还有三分钟 还有三分钟时间的福袋 我再送给大家一首曲子 嗯 送给大家一首曲子 来 这首歌啊叫 听不完的情歌 流不完的泪 我是哪里的 我是辽宁人 我是东北的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东北的人口很少 你们不要总欺负我东北人 你们要把东北人当成那个熊猫 保护起来 东北 东北三省加在一起 总人数还不到一亿个人 全中国十四亿人 我们东北三个省加一起 还不到一亿人 然后现在还是还在还在继续的流失 我跟你们说 我们东北的小女儿 东北的美女都被你们南方炮走了 都被你们炮走了 手机可以遥控 我这个没有这个功能 手臂手机控制不了 完了 让我们三姐找一找 那个遥控器哪去呢 后面啊 后面是蛇精 后面是白素针 老爹 你真不错 你真不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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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站队了啊 来所有的小伙伴们 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啊 咱们此时此刻啊 你们要站好队了 我要准备点名呢啊 欢迎我们的星空 来家人们 来 站好队 报数 来 我们家人们啊 站好队报数啊 我要准备老师要点名了啊 我要准备老师要点名了啊 老师要点名了 来在这一个非常啊 这个分外妖娆的这个世界里啊 老师呢 今天啊准备要下课了啊 那个明天的课程 明天讲啊 明天开始啊 明天早上的六点到九点啊 继续与大家相遇 来老师要点名了啊 来感谢我们的双心哥 感谢沙僧不念经 感谢我们的五色俭哥哥 感谢我们的古怪哥 感谢我们的玉树林峰哥哥 感谢九尾狐 感谢新山姐姐 感谢我们南岳哥 感谢杨子哥哥 感谢默默人生 感谢虎爸叔叔 感谢探索哥 感谢我们的兵哥 感谢祝涛哥哥 剑涛哥哥 感谢零七零七 感谢我们的龙妈 感谢唐果果 感谢物缠哥哥 感谢我们的 嗯 货格 感谢蛇语 感谢我们的名字哥 谢谢感谢百客 无忧哥哥 感谢化绿水发型 这个的 郑伟哥哥 感谢杜国梁 517 感谢加入粉丝团 感谢我们的 结白无暇姐姐 感谢我们的月光之夜 感谢随心 谢谢爱在秋天 感谢我们的君顺哥 感谢梦奈猫猫 感谢贝贝丛丛 感谢我们的云哥 感谢我们的翱翔哥 感谢枫叶红了 感谢我们的奔跑的兄弟 感谢梦里花落 值多少 感谢我们的苹果 感谢我们的星光哥 感谢用户189 感谢蓝樱桃 感谢我们的一生回忆 等等我们的家人们 到啊 好了 所有的家人们 今天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明天上午的九点 明天上午的六点到九点 我们直播间再见 所有的朋友们 在这个与梦相伴的日子里边 希望你们今天晚上 梦里有我 好不好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我们今天晚上保持好 保持好我们的 余悦的心情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 明天早晨六点见 拜拜 拜拜 凤宝宝 辛苦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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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